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玉山 护国神机就是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 告诉各位我们的这个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要突破这个区间整理之后 要往上做攻击 关键就看谁 就看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大涨 而且往上很明显的突破这个区间 但是他不是今天才突破 其实在昨天我们跟各位投资朋友分享说 他已经领先在预告 预告一件事情 预告什么事情 就是说美中贸易中间的新关税 12月15号即将生效的新关税 他已经在预告了 预告这个新关税会暂缓 所以他才会往上做一个突破 今天台北股市是大涨135点 可是我们看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就先涨 今天135点里面光是台积电的贡献多少 就贡献108点 所以把台积电扣掉 实际上台北股市只涨多少 只涨27点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今天看起来 哇指数涨很多 但是中小型股的表现 确实是比较差一些些的 因为全部被这个全值股所占走 但是我们看到全值股几乎是谁 这个外资是谁的股票 可以说是一档外资股票 因为你看外资15高 高达78.52% 而且最高的时候 曾经高达80.2%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创新高 谁最开心 其实最开心的就是外资 但是各位也不用沮丧 中小型股今天虽然拉回震荡整理一下 我想等到台积电开始横盘整理 震荡之后 全值股开始休息之后 他就会轮到中小型股来做表现 这是台积电的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市场 你从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其实从昨天表现就可以预告 这是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已经在预告说 关税会进行一个暂缓 而且贸易协议会继续谈 当然今天就直接表现了 而且我们昨天在我们的股民当家群组 我们还特别发这张图 在昨天收盘的时候 我们发这张图 昨天收盘是11700.77 但是我们一开始发的时候 我们发错了 我们发这个10700.77 我们还特别跟大家说 你有没有看到这张图上面 哪里有错 大家来找查 很多人一看就知道 我们少打了一个1 是昨天是11700.77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暗示的是说 这个地方11777转眼就要出现了 今天有没有11777不但转眼它就出现了 而且当天期货有没有 11888也瞬间达正了 有没有发发发 而且期货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代表什么意思 期货它有价格发现的功能 所以期货领先突破11888 它也暗示着现货 接下来它也会往上突破11888 只是时间早晚的一个问题 好这个是今天收盘 大盘收盘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结论 接下来台北股市到底该要如何观察 收盘收在11836点 好今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往上跳空缺口 那这个跳空缺口呢 昨天是收700 那往上跳开盘 是开在766 所以它留一个66点的一个多方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的意义是什么 它是在经过一两个月横盘之后 往上做一个多方表态 也就是说中间它没有任何的成交 也就是说它多方力道非常强 所以出现这个多方缺口 代表多方力道的表态 所以接下来台北股市 它只有一个方向 它只能往上走 就是一路的往上做一个攻击 而且成交量要持续的放大 好那市场的反应有没有 主要结论 第一点就是新关税 1560亿这个新关税 市场在反应这个事情 就是已经确定要暂缓 虽然说消息还没出来 但是市场已经预先在反应这件事情了 所以等到这件事情真的成真了 我想股市的指数 它的这个震荡幅度不会太大 那再来贸易协议 贸易协议我们强调过好多次了 早签晚签 迟早还是要签嘛 差别只是差在 它是12月份送给川普的圣诞礼物 还是明年1月份送给习近平的一个农历过年礼物 只是差在这里而已嘛 好第三点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接下来你就必须要一路往上做一个走高 这个多方缺口 你最好不要往下回补 如果他往下回补 你也不能够再跌回这个区间相形 他必须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路往上走强 因为这个列车一旦开始发车 他就不应该再往南下 再去接客人 他是往北上的 他就不应该再往南下 好所以这个是今天的一个结论 但是我们股民大大群组 不是今天才跟各位投税友报告说 这个盘要涨要创新高 不是嘛 我们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在盘最恐慌的时候 什么时候最恐慌 8月6号 大盘跌到10 180 大家还记得吧 当时很多人说这个地方 是M头 准备要崩盘了 还记得吗 当时市场恐慌的情绪 非常非常的浓烈 可是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的 在8月初我们就说 10800是一个多空关键价 跌破转弱 所以你要避开 高档要避开风险 我们在高档避开风险之后 在8月7号 这一天是180的隔壁天 我们说不要预设低点 风险还没消失 但是你要留意未来的潜力股 事迹要做多 为什么 因为当天8月7号 三大法人大卖哦 卖多少 卖183亿 全市场吓坏了 可是台北股市只有小跌8点 我说相较亚洲股市 台北股市超级无敌抗跌 有没有 这个是8月7号当天 我们分享给各位投资朋友的 上面一个字完全都没有改 好 你看一下哦 再来9月6号 9月6号 外资法人开始有进行买超了 因为8月份大卖1212亿 可是9月6号 为什么法人又开始回头买超呢 因为香港条例 反送中条例撤回 再来是美中同意 10月份继续谈判 制造业PMI很弱 没错 大家看景气看得很烂 可是利空顿化 9月中美国联准会 预估降息一码码 好 你看一下哦 8月7号 市场是很恐慌 前面看起来像M头嘛 大家吓坏了 尤其是这个8月7号 外资大卖 三大法人大卖 183亿 可是我们说这个地方 你要择优布局 因为我们台北股市 相较亚洲股市非常抗跌 到9月6号 外资回头买 认错了哦 可是8月份大卖1211亿 谁相信啊 9月份开始 其实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还是感到非常恐慌 非常害怕 反正就认为 它是逃密波 要跑就对 可是很明显的 这个地方月季线 有没有 不是月季线 是10日跟20日线 它就出现黄金角 它往上走了嘛 好 接下来到10月3号 这边开始晃啊晃的 又有人说 这个盘要崩了 可是你看哦 10月3号 我们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们跟大家分享说 每次前一年 如果外资大卖 那接下来的这一年 它会把卖超的部分全部回补 2018年外资大卖3580亿 卖台北五四3580亿哦 你看前面 包含像最左边是金融海啸 当年外资大卖4700亿 隔年大买 2011年大卖2776亿 后面几年又大买 可是我们20 我们在这个10月3号当天 我们还跟大家讲说 从年初2019年 统计到10月3号为止 外资只有买146亿 可是你看 2018年总共卖超3580亿 我们说第四季 看上面的标题 第四季外资将持续回补台股 没错嘛 我说外资会持续回补台股 是10月3号哦 来我们看一下 10月3号在这里嘛 10月3号 有没有 当时外资全年度只买超100多亿 146亿 我说第四季 会开始持续的回补台股 你现在再回头来看 到现在为止 他是不是持续不断买 从9月份大买 10月份再买 11月份再买 好到11月14号 这时候大家又恐慌了 为什么 因为从高档连续跌了好几天 而且还长黑 可以大跌137点 大家就吓坏了 为什么 很简单 11月14号 香港动乱升温 全港停课 大家又很害怕啦 有没有 港警进入校园嘛 吹泪弹 橡胶子弹 狂飞嘛 宛如战场一样 很多投资票又吓坏了 香港教育局就直接宣布 为了学童安全 全面性得做一个停课动作 很多去香港大学 就是念书的学生就返回台湾了嘛 世界各国的学生就回到各自的国家了嘛 当时大家又吓坏了 可是我们怎么说的 我们说香港暴乱是危机 但是对台湾而言 却是契机 为什么 因为香港的这些人资金闹跑 会跑去哪里 当然第一个首选新加坡嘛 再来呢 台湾也是一个parking的地方嘛 好 接下来到11月29号 11月29号是11月的最后一天了 接近最后一天 我们跟大家怎么讲 我们说最甜蜜的一个月 有没有 我们在12月份之前 我在11月底的时候 就先跟各位投资者报告 投信任养要拼了 准备要拼了 因为12月份是最甜蜜的一个月 这是在11月29号 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 我们是有证据 拿出实际的数据跟大家分享 你看12月份 用长期32年来的统计 全年度上涨几率最高的一个月 就是12月份 你看统计的结果 12月份上涨几率 是75% 而且它不管是涨幅或是涨点 都是全年度最大的 你看一下12月份上涨的平均涨幅是2.3% 平均的涨点是142点 如果你只看最近10年 上涨的几率是多少 90%以上 而且我们这10年接下来 因为明年1月份还有总统大选 所以上涨几率又更高 好 你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再度创下29年来 接近30年来的一个最高价 你会感到意外吗 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就是这样子分析的吗 所以12月份我们一直不断放这张图 我说12月份 甜蜜蜜吗 这部电影有兴趣 大家可以去看 有没有 限制热印当中是最甜蜜的一个月吗 12月份我们怎么分享的 我们说12月份三大主流 第一个十音元件 你看到加高 看到经济这样喷 看到有没有 第二号主流是什么 TWS增无线蓝牙耳机 你看宣德原相 今天还在创新高 好 那你看电感 奇力星 还有两只掌听板的金展科 有土私有才 公信 是不是一档一档的往上做一个攻击 好 那再来呢 台北股市 接下来呢 12月份已经来到12号了吗 已经接近30年来最高 30年来最高价是什么 是在明年的2月20 应该说是在2月28号 在30年前的2月28号 12682 到底现在这个地方 台北股市算不算贵 很多人都单看这个指数 单看这个股价 其实这种评估方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很多投资没有 他没有考量到 我们现在上市贵公司的加速变多了吗 其实你如果看本益比也是有点不太准 你要看的是什么 股价净值比 来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个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了 好像是在昨天吧 这个早报的时候 我说金融海啸之前 股价净值比 就是股价 你在看个股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股价净值比 就是股价属于这家公司的净值 当然 越接近1是越好 低于1就是超跌 那接近1的话 就等于说公司的股价跟净值是一样的 那一般来讲 正常的公司 就是获利好的公司 股价净值比 通常都会大于1 会比较高 好 那以这个大盘而言 他当然又有一个股价净值比 好 我们看到金融海啸之前 最高股价净值比是1.97倍 当时9807 9859到9309 最高是9859 好 当时股价净值比最高1.97倍 好 欧债危机前面的时候 当时台北股市 本益比 这个股价净值比最高是2倍 好 现在呢 现在2019年11月 股价净值比才多少 才1.73倍 其实还没有突破 虽然说是在平均值之上 没有错 但是这个地方 他还没有突破先前最高2以上 其实他还不算高估 还不算高估 当然你不能跟金融海啸当时最低 一一去比 金融海啸当时最低的时候 是3955 股价净值比大概来到1.010 但是最低嘛 可是现在他不会再回到当时的价位嘛 也许有一天会来 但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嘛 因为万点 我们这次的万点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万点 所以现阶段你要把握的是接下来的圣诞节行情嘛 还有明年1月份总统大选行情 尤其是我们根据历史的统计 12月份是全年上涨几率最高的一个月 那一年四季当中 第一季又是上涨几率最高的一季 上涨的几率高达79% 当然第二季第三季可能就淡一些些 第四季因为旺季又来了嘛 它形成一个微效曲线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很多的这个券商 研究机构 其实他们的对于明年的看法 高点要码就是第一季嘛 要码就是第四季嘛 所以它会成为一个微效曲线 所以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把握从现在开始 12月份1月份2月份3月份的这个行情 好再来圣诞节准备要发礼物嘛 您的礼物我们帮您赚嘛 你看接下来我们圣诞礼物 12月份我们提到什么宣德 提到什么原项嘛 到今天还在创波段的新高 还有一档我们还没有公开的 真无线蓝牙耳机概念个股 上看二字头的 当然这档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看好 今天也是往下跌 其实今天大部分的我们的股票 也是在休息 但没关系 我想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 接下来我想才是真正的大行情的开始 好的 那我们为了要感恩大家 就是在这段时间不断的支持 所以我们特别在今天 1212 我们推出一个状案 有个神秘的加玛里 这个疯狂盛惠啊 世界疯了 价格疯了 给各位投资朋友 最优惠的价格 希望能够好好的帮助我们 各位投资朋友 各位投资朋友 可以在我们股民当家 赖群组里面 直接点选这个图 然后填写这个资料 做一个登记 或者是在我们影片下方 直接留下你的基本资料 那我们会有专人来跟您服务 来专人来跟您联络 好的 以上就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 拜拜